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八月份运势 别忘了帮我们开启订阅小铃铛哦 八月份是一个过关斩将的月份 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超级玛丽 必须要度过八号之前的火龙关 事实上这个火龙关大概是从 七月二十三号到八月八号之前存在的 所以我们大家得比较小心谨慎 面对很多的挑战 但是在八月八号到十六号左右 我们会有一段比较轻松的时期啊 这个时候呢就是超级玛丽过关 然后呢跳这个将棋得分接关的时候 所以比较轻松 那么事实上呢从八月十六号 或者是更早一点哦 八月中开始以后 我们会进入一个新的关卡 这个关卡呢我们要面临很多很多 杂的或者是比较小的事情迎面而来 有点像是在过关的时候呢 会看到很多的毒咕咕啦 怪乌龟那种状况哦 我们必须要一关一关的克服 或者我们必须要绕过它 跳过它才能往前进哦 事实上呢在八月中以后啊 你会发现大家开始对很多事情 会有挑剔 争辩或者是讨论的现象 有的时候也可能交通意外比较多 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水星跟火星 都来到了处女座 而且二十号开始天王星也要逆行 二十三号又要进入了处女座月份 所以很多事情必须要哎 看小而且呢要把它做到完美的一个状况 那事实上呢我觉得这个月呢 我们如果要破关的话 一定要抱持一个心态 叫做成功的人找方法 失败的人找借口啊 这样我们才能够顺利的度过八月 我们来看看个别星座的运势吧 那么请大家来参考上升跟太阳星座啊 这个月份是火象星座开始的月份 所以咯 包括白羊射手跟士座的火象星座朋友 这个月其实比较有活力 运势也不错啊 那么士座呢 这个月是来到你的月份 所以我觉得你超级有力量 这个月你还是会遇到很多的挑战 但是主导权在你的手上 你到底要不要承诺 你要不要给别人一个机会 你要不要改变 你要不要做一些跟以往不一样的事情 由你决定 通常呢在这个月你会容易有划清界限 或者是做出一个很重要决定的时候 请士座朋友可以好好的加油了哦 那么这个族群里面呢 士座做朋友事业运势很好哦 虽然这个月看起来比较忙碌 有迁移 出差啊 跑来跑去啊 要签约啊 或是你想要换工作了 但是这个月在后半段 你有机会在群体的竞争当中 慢慢脱颖而出 我要恭喜射手座 那么白羊座朋友呢 这个月你的工作当然也是不错啦 最主要就是你要拿出创造力 有你的好作品 不过呢白羊座最棒的其实是你的感情运势 跟玩乐运势也是可以把握的 我们来看下一个土象星座 土象星座呢包括了金牛处女跟摩羯 这个族群呢在这个月份 嗯 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 要把内在生活除旧不新的一个族群啊 比方说金牛座吧 我觉得你的挑战特别多 而且都来自跟家人 家室或者是住家环境有关的事情 比方说 你是不是要照顾父母呢 或是你要这个搬出去住 或者是你要结婚 有买房的欲望 或者是说你要离婚 呃要这个呃分居都有一些跟家有关的事情 可是金牛座朋友 你只要好好的面对 我觉得啊 这个月你在除旧不新之后 会有新的计划 那么初女座朋友呢 这个月是倒吃甘蔗 虽然很多的挑战麻烦 或是很多工作等着你 可是12号开始水星进入处女座 所以啊你的头脑想法会越来越的清晰 那么运势也会慢慢的哦 扶摇直上 可是处女座 我有觉得啊 我要提醒你的是健康 这个月你可能会有过劳的问题 呃 当然也可能有的时候会粗心 或是赶时间咯 而有一些伤害 请特别小心 摩羯座朋友在财运上有一个大的转变 比方说这个月你有可能呢 哎 完成你的还债的计划 或者是跟银行借到一笔钱 也可能有合资合伙 或者是得到别人赞助 或是支持的一个机会 请摩羯座朋友好好把握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往往可能是你要跟别人签约 谈定一件事情的时候 看起来都是蛮大的 但是呢可能跟你的未来有关 我觉得摩羯座可以好好把握这个月 在财务上的一些机会跟改变 那么来看一下风向星座 风向星座呢 其实在2021年你们是最棒的族群 包括了双子天秤跟水瓶座 这个月最好运的其实是天秤座的朋友哦 天秤座朋友这个月呢 人际关系很好 大家都支持你喜欢你 而且爱情运势跟合作的机会也变多了 有没有很开心呢 不过天秤座朋友呢 你有小人在身边哦 虎视眈眈 所以我觉得这个月你就低调的努力 因为呢我看到你在可能秋冬的时候 还有更棒的目标 或者是一些很好的成果会出现 那么水瓶座朋友呢 在这个月份啊 你可能不管是你自己决定的 或是别人逼迫你要做出一些决定 比方说这个月你可能真的有 要跟别人合作恋爱 或者是开始有更多的交流的机会 那么虽然不见得 每件事情都是如你的计划 但是你可以做出很好的结果 所以重点就在于 你要倾听内心的声音啊 因为木星这个幸运的木星呢 还在水瓶座 所以我觉得你是有吉星帮助的 那么双子座朋友呢 今年其实失业运势真的蛮旺的哦 那么在这个8月份 当然也有很多表现的机会 可是双子座要稍微小心 你的恋爱人缘运势很好 但是这个月成也沟通 败也沟通 所以什么话该说不该说 或者是有些八卦不要传 有一些秘密不要太早讲 我觉得是这个月 幸运的重点哦 所以我们来看到 这个所谓的水象星座 包括了巨蟹天蝎 依鸡双鱼座 这个族群在8月份属于一个平衡 平衡发展的族群 比方说巨蟹座哦 你就是要平衡人际跟金钱利益的 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月份呢 你很容易赚钱 也可能会帮助别人 有借钱或金钱往来的机会 你非常喜欢接朋友或家人 可是呢 有的时候你会有人情包袱 让很多事情讲不清楚说不明白 反而后面就有麻烦了 所以这个月请你把这个金钱 跟人情要稍微分开一点 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哦 再来是天蝎座 天蝎座这个月呢 事业运势是慢慢的会有一种 波云见日的状况 而且你很容易出名 但是好的也出名 不好的也出名 那要怎么样才能成功呢 天蝎座如果呢 你是扮演一个帮大家谋福利 或是大家共同的目标 想要一起达成的话 你会做得很好 可是如果你只是比较在意个人的得失 那么你的竞争啊 或者是小人也会比较多 要稍微小心 最后我们来看到双鱼座 双鱼座这个月 我觉得你根本就是万应公里长博好吗 太多人找你求事情 通常你都很容易帮助大家 很难拒绝 因为你需要被需要嘛 可是这个月 我觉得你事情太多了 有些事情你得说no 那么没有办法拒绝 一定得做的事情呢 双鱼座你要给自己一个 更崇高的理由 因为你需要一个故事 支持自己心甘情愿的做下去 那么以上呢 那就是我们八月份十二星座的运势了 希望大家在八月份都能够顺利闯关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 就是以现在心象来看 对 然后配合现在的疫情 有没有一些什么明朗的迹象 其实我觉得到年底都没有太多明朗的迹象 应该是说吧 我觉得七八月就是拼命打疫苗 可是我觉得到年底十二月以后 应该说就是会一波一波 我们会觉得好像 这个这一波过了 后面又会有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